本节目由美业专业鸡尾酒 冠冥播出 当我的笑声停止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我不笑的时候 感战条约签得非常正式 我们要有请很好喝的鸡尾酒 魅业鸡尾酒的品牌总监 Nikil Kuma So Handsome Nice to meet you啊 Tonight is good night啊 开庭一口提审暴走 一口魅业get专业 感谢大家为官来自百威集团 魅业专业巨尾酒 冠名播出的暴走法条军 双方律师团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大家好 这是一个严肃的法庭 那这位呢 就是我们的庭警 法条军 任何破坏我们法庭秩序的人 法条军 请用你的大棒惩罚他 现在我们法条军已经豁大了 宝宜啊 最近Case有点多呀 谢谢法官大人提息 上次好像变得杜海涛 屁滚尿流就好了 今天这位要哭不容易 厉害了 来自台湾的一条硬汉 我从外太空聊到内史中 我的实名人 只要发现实名人 你就是我威廉沈要找的人 我今天出虹桥机场一个女生找我签名 我签了斗大沈玉玲三个字 她看到翻脸 你是沈玉玲 我还以为你是彭玉玲 我才不要沈玉玲的 我们这个要正式开庭了 首先要请出我们的原告 陈树万晴 尊敬的法官大人 我老婆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 我一年要跟她过八百多个节日 因为她觉得不过节日就没有仪式感 第一次牵手要有一个纪念日 第一次约会要有一个纪念日 最奇葩的是 她要我陪她过一个大姨妈纪念日 就是我一个男生要陪她过大姨妈纪念日 抱抱心里苦啊 而且你说节日有仪式感也就算了 她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哦 就是上个网 她要先戴白手套 然后把键盘弹一弹 特别有仪式 画一个妆 她要下面放鲜花 特别有仪式 所以我今天把她带到这个法庭来 我求求各位帮我救救她吧 谢谢 好 我们原告说完了 我被告说两句 这本来今天来这个法庭 我可开心了 我现在咋的不得跟我老公 就拿个派利德拍个照 纪念一下我们今天在这个 暴走法庭上的第一次 结果这一目脑袋 这相纸也没带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四眼二人钻的不 有请我的大姨 展亮登场 对 结了婚我就不是了 这法官大人 各位评审团 你们得看清楚 我这老公贼无趣 是不是得把我跟她的位置换一换 得看着办了 接着蹭完就可以出来蹭了 现在我们有请原告律师 是的 必须要严肃的时候了 起顶大人 请说请说 我呢带来一个证物 好 有请 各位 看看这是什么 竹台 然后呢 这是蜡烛 那个原告 能不能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我知道是滴在身上的 这个 这个我需要 好好解释一下 很有经验吧 陈律师 我们每一次的烛光晚餐 都要让我去搜寻不同的蜡烛 因为有不同的仪式感 那个矮的是喝威士忌用的 那个玻璃的竹台是喝鸡尾酒用的 我怎么变成你助理啊 对的 然后那个矮一点的那个蜡烛呢 就是喝完酒之后的一些小游戏的时候用的 小游戏 对 小游戏 什么小游戏 一些助性的小游戏 助什么性 就是 作为法官 命令你说清楚 陈秋实律师 请你站出来 用你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 蜡烛可以玩什么游戏 比拼两个人谁更有勇气 把蜡烛掐灭 还有耐痛大考验 你滴我一下 哎呦 我滴你一下 哎呦 我再滴 哎呦 我今天代表我的当事人呢 要正式控告我们的被告 他犯了什么罪呢 什么罪 疑似感经罪 一定有停个两胎你才能说出来吗 因为这个名词有点不好念 差一点念成 疑似感经罪 我跳一下 我正式控告你 疑似感经罪 成立 其实今天被告跟原告的位置 是相反的 今天要探讨的是 有没有生活情趣这件事 是不是结了婚之后 就再也不需要浪漫了呢 是的 被告 哎 等等等等 我只是 我只是有冷藏宠剧症 我习惯 这是法庭 谁让你回答是的 还是不是 OK 我可以讲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对此不要太多 真丁真丁 请问法官大人 我可以呈上我的证悟吗 没有问题 当我们的被告想要跟原告说希望能够收集一些蜡烛因为我们想要度过非常愉悦的烛光晚餐也好烛光游戏也好 而你知道我们的原告准备了什么吗 哈 他是电动的因为我真的找不到蜡烛了你知道吗好心酸啊好环保啊这个我真的找不到啊 没在烛光晚餐花钱月下你浓我浓清清我我的时候唱出 公众你福山余天彩 幸好你生生快乐 毕业都要这样子 随随都要这样子 恭喜你 恭喜你 请不要把法庭弄成歌舞剧 OK 法官大人 请被告说 我得说这蜡烛真的可怕 我又不是过八十大寿 你怎么能跟我买这个蜡烛 他买那个蜡烛明明是把你当女神在膜拜 因为你是神 你看上面明明就是秃头的寿星宫 我老公他说我们玩小游戏的时候也要用蜡烛 那我在这里再次澄清一下 那你们就小游戏时候玩蜡烛的时候怎么能用吃饭时候用过的蜡烛呢 一股菜饭味你能整得下去吗 你能整得下去吗 请问沈玉玲律师 你整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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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得去吗 下得去 不是 但是他的要求很过分你知道吗 玩那些小游戏的时候 要让我买那种小厨局味的蜡烛 你举一话就算了 你还要小厨局是什么意思啊 调情啊大哥 我的天我不能接受 我真的不能接受 法官大人我有话说 哎呦每次到这个话题你就很勇热啊 我对小菊花比较有感触 因为人家说你今年犯菊花运 哈哈哈哈 有点痛啊 现在剃好的菊花 人家都说满面桃花 这种满面菊花什么感觉 请讲 被告根本就不理解仪式什么意思 朱熹集传曰 仪式行皆法也 你是什么极品的官员 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戴什么的帽子 见皇上你要走几步 怎么行礼怎么跪拜 有严格的仪式 仪式被制定出来的那一刻 只不过是统治阶级 为了奴役人民所制造的一个工具而已 当我们有了法治以后 那些阶级仪式才不重要了 我们需要用仪式来保障我们的生活 而不只是去奴役人民 但是他学到的是什么呢 跟文案完全没有关系 法官大人我有话要讲 我就刚刚对方律师所说的 强调这个仪式感 说我们不懂仪式感 我就来说一下 咱不说远的 说点近的 现在 不 我们现在整个法庭 就是一个仪式感呢 我们虽然在这里说着我们很专业 但这就是一个法庭的仪式感 我们身穿着律师包 这也是仪式感 我很想说有本事你就别传脱了 你如果这么都是仪式感 你为什么跑里面是穿短裤呢 我好歹还穿着长裤来 我是有肚子的 你是有裤子的 我是有肚子的 我的肚子是为了模仿直升机 速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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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正题啊 很多男生就讲了 就是你知不知道 你每次想过仪式感的那种节日啊 什么很多啊 我们就是世界末日啊 浪费了很多钱 我想说其实 这倒是真的 对 但是 其实有很多方法 可以花小钱来制造小浪漫小仪式感 就譬如说 每天早上起来大家都会吃早餐 面包 哎 面包 像我们老大 就很会用这些生活小东西来制造小浪漫小仪式感 来 老大 一片普通的吐司 这样 对 干干的 吃完了 就当吃完了 只是填饱肚子 对 但是如果早上起床的时候 其实也只花你一秒钟的时间 真的 把面包 弄了一个小星星 放在旁边 太蠢了嘛 这个 哎呀 玉琳哥 你也举好一点的例子嘛 我真的很期待 玉琳哥 怎么了 我的一片真心 嗯 送给你 这个 一般 你可以想象到 正常智商一定是笑出来的 没有 你可以想象 身为玉琳哥的太太 芽芽 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吗 真的 大家自以为 早上做了一个早餐 可以向老公示爱 说老公 今天有爱哦 而她就 哇 哈哈 哇哈哈 的时候多么沮丧的一件事啊 我觉得她们 她们的生活怎么像在工人院一样啊 她们现在在幼稚园 你知道吗 不是 目前来说 她们压倒性的 压着你们胜利着呢 她们压我们了吗 压你们 哇 哈哈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 我现在就教你 如何用这种小浪漫 来制造仪式感啊 现在呢 光光是我的男朋友 光光 前两天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 我想跟你道歉 不用了 我以心如死灰 但是 光光我准备了你最爱喝的 魅业专业鸡尾酒 看到了新型的魅业专业鸡尾酒 我又对你冲着爱活 看到了吗 点形活生生的例子 我利用了我身边的东西 没有花大钱 但是我创造出了小浪漫的仪式感 其实我的当事人想要的并不多 很简单 就好像是一顿简单的烛光晚餐 一片简单的爱心面包而已 我刚刚有听到她说 她最喜欢的就是 魅业专业鸡尾酒 特别爱喝 那你只要简单的准备她喜欢的口味 那就可以了 来显示你对她的用心 你对她的爱 其实她想要的就是想跟你简单的生活 但是生活当中又充满了格调 被告知是不是你想要的 Everybody 我真的想说仪式经的不是最好吗 不是我们作业 不是我们太over 也不是我们太过分 我们只不过是希望能够 被更用心的对待 法官大人 我真心觉得 大家把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成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了 你有没有想到 每天早上 起来张开眼睛的那一场呢 能够活着 能够呼吸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而每天是不是都应该要庆祝 我们能够 呼吸 我们能够见面 我们能够说话 是 没关系 您就笑吧 因为死亡就在你的左边看 那个对方律师 请不要恼羞成怒好不好 我没有恼羞成怒 我只是觉得你讲很幼稚 我忍不住笑出来 没关系 虽然幼稚 但它是人生的真理 而沈亿玲 沈亿玲 沈亿玲 大律师 她只能用笑也是她的尴尬 你忍笑我才可以服你的法官大人 什么 感谢上天让我吸到气了 哎呀 那天啊 你这样做就对了 那你没完没了了嘛 你这样 心存感激是对的 沈亿玲大律师 我必须要为你示范的是 在这个法庭上 的确跟别的法庭 有别 对 我知道 我今天跟法官跟我们的法条君 还要来一段真人秀 你就知道仪式的重要性 语言的爱的重要性 法官 我们也请法条君到现场来好吗 好可爱啊 今天呢 法条君就要饰演一个爱妻 你的老婆生病了 你要让她吃药 如果没情调的吃药 情况之下 你会说什么 哎老婆啊 是不是感冒了 来吃点药 老婆都翻白眼了 来老婆吃点药 你不吃药你会死了 这就是没情调的状况 嗯 有情调的状况是这样的 来来来看 行李老师 这个你要认真看 来来来来来 我就不相信曾宝宜演得出来 来来来 他 我真的很想瞎死你 沈玉琳 他以没情调著称于世啊 真的假的 真的吗 你不要为了赚 对 你不要为了赚 你不要为了赚这个律师费 你不要为了赚这个律师费 勉强你自己嘛 怎么样呢 什么你没情调 那你看他的样子 他就是 他就是女人躯壳的男人吗 其实我也是 他过去的情史 他不太人家爱人家提 所以算了就不要讲了 那你还讲 你哪吴不开情哪吴 来来来来 但是我跟他以前的男朋友 交情都还不错 不是就是别急了 老婆 你好在那眼睛剧喔 哈哈哈 老婆 哈哈哈 哈哈哈 法官大人我抗议 抗议有效 哈哈哈 来说 老婆 哎呀 有点烫呢 不舒服吗 吃药好吗 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 让我们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把药吃了吧 来 来 让我喂你 我用这一生一世来将你共养 只期盼你听就了解 好 这样给你是不是就好了呢 飞起来了吗 现在真高兴 哈哈哈 哈哈哈 今天里面其实是个男的吗 这里面是个老白白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就是一个示范 其实说实在的 仪式真的没有这么难 你就是多做那么一点点 多花一点点心思 都能够让你爱的人感受到 你对他的爱 而这个事情我相信 所有现场的女性朋友 女性同胞们 你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有的时候少了那么一点点 我们就会觉得 不爱 有时候我们少了那么一点点 就会觉得 今天我是不是没有被爱 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 不再多 真不再多 那个宝宜 如果那个时候 你对那个人这样就好了 你对那个人这样就好了 玉琳哥 你为你老婆 那个吃药的话 会怎么样 她不吃的话 我跟你讲 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是平凡当中 见伟大的那种 我老婆呢 会把药先放在自己的嘴里面 没有错 那可能就是 你怎么不喂她 对不对 她是先放在自己的嘴里面 然后又传到我的嘴里面 然后我又传给她 她又传给我 我又传给她 她又传给我 我又传给她 七七四十九次 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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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法官罵律师神经病 你们这边还没有更好的 你们就我叫判了 法官大人 我必须要拉回 这个我们在争执的 一个焦点就是说 仪式感没有不对 但是现在她被控的是过度 我们一年就几个节日嘛 过年啊 中秋节啊 动物节啊 还有你的清明节吧 对清明节我也是照例要过的嘛 好 那七月半我也只会回去一下嘛 她是仪式感经 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经 好了 我们这边有话要说 我觉得问题出现的 不是被告的要求过度 而是原告太笨了 我觉得啊 被告每次需要的仪式感 就是心意的体现吗 还有一项政务 我们说吧 这个古人 抚琴呢 要赏菊 沐浴呢 要焚香 仪式感 可以给一个普通的行为 以全新的意义 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两张照片 哇 这是谁呢 这是两张很美好的图片 但是如果我拿出来这么送给您的话 太简单粗暴了 所以 这才是隆重的爱的纪念 在这里 觉得好珍惜啊 公司代表我们的陪选团 祝娜娜和杰哥 幸福快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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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呀 这像木贵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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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平时最喜欢别人送东西了 好了 这就是爱情的意思 法官大人 耶 我强烈抗议 法庭之上用这种 那个 惨媚法官的行为 你也惨媚我呀 法官 你也可以惨媚我 他没有 法官大人 我今天疏忽了一件事情 我忘了带礼物 但是我用 最尊贵的 妹夜 跟你干一杯 祝你 永遇爱和 我忘了 你脚光 这里面是空的 原告你给我站到被告席去 法官大人 请说 仪式感不是挑剔 是对高水准生活品质的完美追求 比如两个人在家时 喝一瓶魅业专业鸡尾酒 纯粹 专业 浪漫 有什么不好呢 要求仪式感 是要求你用心 用阳春白血腥做柴米油盐事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所以现在我想问一下被告 可以吗 有请 我想请问被告 就是你的老公 在婚前 对于这种仪式感的行为 有抵触吗 根本没有 你那时候喜欢过节吗 喜欢啊 他会送给你礼物吗 当然会了 每个节日一个都不辣 所以被告作为一个仪式经 完全是原告自己做的孽 婚前把女友当公主 婚后把老婆当保姆 婚前天天都喝 又好喝又专业的 魅业鸡尾酒 觉得这是浪漫 但是婚后喝 就觉得是浪费 你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没关系 但是你伪装成一个浪漫的人 把人家搞到手 然后现在又想做回自己 这跟坑蒙拐骗有什么区别呢 没错 所以婚前你喜欢这样 为什么婚后你不能这样 对啊 我反对啊 这个成熟的女性呢都懂 这个过年容易过日子难 追求就是追求那是一个过程 那现在你们都结婚了 你们有更远大的目标要追求 你们有幸福的家庭要经营 你们小孩要抚养 所以呢不宜在整天 好在做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原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那就是意思就是说 结案婚和婚前就可以不一样了是吗 这也是社会常态啦 法官大人 就是要破除这个常态 我们才要打这个官子 对 够吗沈律师 对 沈律师说的有道理 但是现在是原告要告被告 我想证明的是 被告并不是无理取闹 比如如果我们嫁给了一个秃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喜欢秃子 我不可能在婚后突然说 废物 一个毛都不长 我要跟你离婚 不可能的 哇塞 好伤人的 讲话可以文雅一点 人体一个要求是有判断能力的 这已经是他最文雅的事 所以我觉得 被告完全没有无理取闹 他提出的要求 是原告曾经做到过的 并且可以做到过的 所以他是无罪的 反观大人有话要说 咱们今天首先第一件事 聊仪式感 聊哪去 聊制造浪漫 这跟仪式没关系 仪式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门槛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办婚礼 葬礼 参军入学 毕业八十大寿 这些都是人生中的一个坎 宣告你人生一个阶段结束 一个新的阶段开始 所以这个坎非常值得搞一次隆重的仪式进行祭奠 你们两个是在结婚的那一刻 你们的人生才有两条平行线 变成两条交叉线 以后要一起走 那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坎 你们的孩子出生那一刻 一个小生命凝结着你们两个的DNA 孤孤坠地 那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门槛 这需要仪式 不要把每件事情都是说成是仪式 不要把无端的无穷的 或者向别人的索取 认为是理所当然 女人的心最容易死在一点点小事上 因为常常那些男人觉得无趣的小事 就是我们女人理解的爱情 但其实女人真正想要的 并不是像鲜花 蜡烛 烛光晚餐 她其实想要的是一份爱还在的信心 你们知道这种信心有多重要吗 就是这种信心 能让她看到闺蜜被豪车接送时不眼红 能让她在铲床上嚎叫时不害怕 能让她即便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都会不停地对自己说 没关系 这辈子我嫁给这个人我值了 值了 我受多少苦我认了 所以 别哭 我觉得总有那么一天 我们的手牵在一起 像左手牵右手 但是我们还是要牵手 总有一天我们拥抱在一起 我们的脸不会红 心也不会狂跳 但我们还是要拥抱啊 不要再拿自己不会表达当借口 爱从来不缺表达 缺的是最初那份心意 完美 太好了 再 现在我们有请双方大律师 做结案成词 仪式必须的 但是我们 国定的假日 法定的假日 这个年节呢已经够多了 如果它变成一天三滩 day after day 我有标准的英国腔 嘿嘿 英国人讲英文不太一样 Doctor他讲 Doctor Santa Holly Potter 对不起 题外话 如果我们day after day 都在执行这样的仪式的话呢 我认为 不管是男生要求女生要求 都会给双方一个极大的压力 每天如果精英计较在这种小情小爱呢 认为你会更忽略人生更重要的一个幸福 跟更大的快乐 谢谢你们 哇 来 有压力了啊 被告律师 最后的最后 我必须要呈现一个证物 这张照片是一年365天 每天早上我们的被告 为原告做的不同的早餐 哇 天哪 我想问原告好吃吗 好想哭 你觉得你的太太爱你吗 觉得他爱我 其实他也就是做了这一件事 你说这里面有鱼籽酱吗 没有 有鱼籽鲍鱼吗 没有 可能就是这个蛋 多了一个心形 玉琳哥 也就是多了那么一个心形 那个爱其实也就传达出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恳请所有的陪审团 能够投下被告无罪一票 而让我们的原告用一个更平常的心情 用爱去看待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 谢谢我们的陪审团 好棒 哇 你每次结案陈词在访受酷对不对 对啊 你真喝欸 我真的觉得今天非常的感动 感动之余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魅业鸡尾酒 绝对不是简单的果味加的酒 是全球流行 纯正经典的专业鸡尾酒 双方律师团的团长都做了结案陈词 现在请我们的陪审团行使你们的投票权利 本场陪审团50人 其中24人认为一事罪有罪 未超过半数 我宣布被告无罪 被告律师团获胜 休婷 来优酷点击屏幕订阅暴走法条军自频道 里面有真片不能播的内容哦 开庭一口庭审暴走一口魅业get专业 欢迎大家来围观来自百威集团的魅业专业精卫酒冠名播出的 暴走法条军 和双方律师团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这里是一个严肃的法庭 这里是我们的庭警法条军 法条军 开工了 法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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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再喊一次你不起来的话 我就扣工资 用弹跳的方式起来 法条军 你转过来你穿了什么呀今天 穿了一个小肚中 你妈呀 怎么这么懒呢 首先我们要请今天的原告陈述安晴 我就是今天的原告陈述安晴 那我今天很愤怒 站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叫刘章阳 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懒癌晚期 所以今天我带来一些证据 请看大屏股 冷不定一看这个照片是不是挺正常 但是你没发现这个屏股上面的标签没有丝啊 哇 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没有洗苹果 他就给吃了 原因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字懒得洗 这是什么 他在用脚构薯片 不是你不脏吗 大家见过这样吃爆米花都没有 他就各种事情都很懒 然后宅在家里 就是现在的社会 如果这样的话没办法社交 没办法正常生活 刚刚我们原道已经说完了 我们现在请被告 现在有什么话要说 本来我真的 就懒得跟你们解释这些了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对我们有误解 你们所谓的宅宅其实都是天才 我用了10%的精力 完成你们100%的精力要做的事情 那你们应该崇拜我啊 因为我很厉害 我是天才啊 我被告思路好清晰啊 我们现在请出我们的原道律师 今天呢我是代表我的当事人要控告 被告懒癌罪 小懒疑情大懒致命 那是堵 放在懒身上 其实也是同样的 到底懒到什么程度呢 除了刚刚我们的原告提出来这些证据之外 华调君也请乘上证据 什么新发明 当你买回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自拍杆 但请问你是拿来干嘛用的 你可以示范 你破坏了我的新发明 对不起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 如果你要开灯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去够啊 然后够水片也可以这样够 够衣服也可以这样够 够任何东西也可以这样够 很快的 它的四肢就会萎缩 为什么我会说大懒夺命 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当它四肢萎缩的时候 只剩下头了 所以放弃它吧 把它扔了 灯在那儿想开就走过去开 食物在那儿想吃就走过去吃 这样你才能活下来 好 我的程式完毕 好帅 好有请被告律师 我对于今天这个控告感到相当的纳闷 因为被告何罪之有 科技始终于来自于这个懒 人类无数的文明发展都跟懒有关 艾迪生 因为他不想每天在那边演蜡烛 所以他就发明了电灯 大家笑我肚子大 然后就说我不爱运动 错 我就是他爱我的肌肉 所以我长了脂肪来保护他 这样子有错吗 叡方律师在强词夺理界 真是一把交椅啊 那现在请双方律师团开始辩护 懒癌已经成为不治之症 这种人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他觉得懒是天经地义的 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而且这种人的懒 会向周围慢散和传染 让更多的人染上他们的懒 懒人懒以后这种人还会干嘛 他们会一起扎蹲去嘲笑那些勤劳的人 哎呀那么卖力干嘛 那努力干嘛 对于这种懒癌晚期的人 最后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是人道毁灭 人道毁灭 人道毁灭 人道毁灭是什么 因为他懒得出去交朋友 懒得出去恋爱 懒得是认识心的 懒得去交配 懒得去生孩子 这种人最后他们的DNA 会在这个世界上消灭 他们会终止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 这就是懒癌最终的规定 我反对 来我们的那个副手耳 我给你四个字 微言耸听 我在听完怀孕了你知道吗 哇我的言词有这个功能啊 来我给现场女生们都讲一下 原来你是这样的陈老师 尊敬的法官大人 各位陪审员 我认为懒没有罪 主要是懒没有什么破坏力 虽然懒干不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 但是他也干不成什么坏事 大家想一想啊 换一个角度咱们思考问题 比如说那些做奸犯科的人 哪个不是又上进又努力 天天没日没夜的憋坏点子 一个财迷太勤快会怎么样 越越抢银行 对 一个色鬼太勤快会怎么样 天天耍流氓 对 对不对 然后呢懒有很多的好处 懒人懒得和人计较 所以维护了世界的和平 懒人懒得出门 推动了O2O增长了几个钱 对 还不会造成空气污染 懒人懒得出轨 所以降低了离婚率 我的被告他有工作 他自食其力 他懒只是他把他认为值得的时间 花在值得的事情上 懒得科学懒得有情怀 何最自由 掌声鼓励鼓励 对方律师你刚刚说的 这个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懒得出轨 所以不会离婚 他都懒得结婚了 何来离婚 所以你刚刚预设的 所有所有事情 都懒得发生 完全不成立 我们现在呢为了保持 希望我们的法官 还有我们的辩方律师 都能够身体健康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好啊 证明一下你们离懒癌 有点距离 还是非常靠近 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 请跟着我做一下的测试 请问 在一个地方住了好几个月 但不知道附近哪里有超市 诶 知道她干嘛呢 居委会大妈不认识你 我们那边没有居委会大妈 我们那个居委会大妈 上个月因为贪污被关了 哈哈哈 衣服堆积成山能不叠就不叠 哈哈哈 算了算了 我看到你的表情 我先帮你勾了 亦琳哥 老婆叠 幸亏我有一个好老婆 老婆叠不算 如果老婆出差不在呢 她去旅行了呢 等老婆回来再叠 那就是算了 我我我看心情 你看心情 如果今天回去我没有很累 我就会 那给你点零点五吧 点五 你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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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统计一下 我们的法官大人 您中了四点五个 鉴于早期跟中期的中间 还有救 哎 再勤奔一点点 就能活得更健康 好 但是 对方律师 你中了七个 好 基本上已经 冰临末期了 那化疗有效吗 你的 色物线 前列线 可能会有问题 难怪我最近尿尿 分岔 法官大人 我反对 唐德帅 因为我也是一个懒癌患者 比如说 玉林大哥先手的男朋友 啊 那个角装一下啊 先生好了 先生先生 他现在想喝媚业专业鸡尾酒 可是我们两个想拉手手拥抱 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 他没手呢 我今天呢带来了我生活当中 经常用到的 懒得 神器 怎么看起来你这么蠢啊 吸一下 玉林哥 你还有一种癱瘓的感觉 癱瘓的患者才会带上去 给大家秀一下 看 我们两个不仅可以拉手手 我们还可以转圈圈 我们还可以跳 看到没 优秀 完美 而且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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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以后再不啊 这种带分叉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带 他会有心理阴影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刚刚这个是故意的 因为我们为了颤统我们 接下来这个懒人神器的 重要性 这个撒了之后呢 然后我得要清理他 可是清理他你知道 按正常勤劳的老婆来讲啊 那就 撅着屁股啊 多不优雅多不美观 啊不美观 但是我就不一样 可怕了 神器了啊 卖个关子 不能看到 你们俩是那种江湖卖艺的吗 你们俩是 来 吓死你 哎呦 你看你看 哇 语语语语 读书破完全下笔路有神 就是我们中国现在要来找名人 以前我就是故意让名人出酒的人 认我只是被我整过那些名人 只要现在科士长我请你来找名人 大家不要以为我 又在骗人 你接到我的电话 以为我在整人 这次其实我超真诚 我从外代公找到那只公 不断推牛 如果你名字叫名人 我要谁名人 那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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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能够很好的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又增加了生活的小情趣 刚刚他们演绎的所有的部分 都不可能实现与成真 这才是假的证物 为什么我现在示范给你看 如果我是一个懒癌患者 对你该怎么做呢 玉琳哥你可以陪我一块示范吗 OK 我的欣赏 你的英语很棒 你要扮演一个追求我的男生 我扮不到 对不起 就是你这个时候是生病了还是怎么的 我是懒癌 你得了懒癌 他又得了分叉病 万难不惊 宝贝 宝贝 我们出去玩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去抓你修 好不好 超级的 哇 你看蝴蝶好多 我们去抓蝴蝶好不好 你是要不要啦 因为我懒癌 所以我有一种树榻的感觉 要 一般如果这个情况呢 我们只好送他去附近的大医院 所以 因为我们的被告 不愿意出门 你怎么会遇到一个 你喜欢的男生 宅在家里面呢 也会有好的婚姻啊 因为这是缘分嘛 我老婆 我老婆就是宅在家里面 被我追到的啊 那一天雷电交加 我全身湿了 然后我想起说 哎 附近三楼是我这个 一个老同学的家 我想说进她的屋子呢 避避雨 顺便呢 也梳洗一下 然后呢 我就上了三楼 就按错门铃 叮咚叮咚 我门一打开 哎呦 不是我老同学 是芽芽 她一打开 她马上要关起来 她以为是有变态 我说不要 然后我们两个在拉扯当中呢 我不小心 就跌倒了 她被我压在地上 我们嘴对嘴就碰在一起了 你好能鬼扯啊 真的 我们嘴对嘴碰在一起的时候呢 突然音乐响起 你我只是想你 然后我们叫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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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我首先来反过一下 对方沈律师 刚才提出的几个论点啊 对方的论点一直提出说 文明是由缆创造的 这个论术的确在今天非常盛行 但是想一下 全世界所有的动物 谁不偷懒 所有的动物 只要吃饱了就睡觉 他们谁都不会有勤奋这一说 只有人类 有勤奋这种属性 动物当中谁最懒 刚才演示的树懒最懒 那为什么树懒没有发明任何东西 为什么树懒没有计划成人 没有统治世界呢 为什么只有人类才可以做到 你用那么勤劳也没办法变成人类 有个勤奋的特质 第二点 沈律师刚才所提出的爱迪生 爱迪生发明灯泡 也许是他为了有一个比蜡烛更方便的 但是你知道他尝试了一千次 如果他是一个懒的人 他尝试一次失败他就放弃了 如果不是一个勤劳的人 怎么会一次一次又一次去不断地尝试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懒嘛 第三 他是因为勤奋才能够佐证懒这个道理 第三 知道现在有一种最可怕的懒病是什么 精子活跃度过低 那就是精子懒嘛 假设他是一个卵子 我是一个精子 我到这儿以后 我都懒得去爬向他 有什么用呢 他就是没有 他要证明懒的精子哪儿都去不了 就是一个无用的细胞 你讲到一个重点呢 人类得以繁衍来自于懒 为什么呢 因为卵子最懒 精子活药 一 两亿只只有一只能达正 我卵子我好好的 我在那边 我 他 救我啊 A new warrior for the heart 对啊 如果 如果卵子也勤快 两个永远都是 永远插身而过 跟那个月亮跟太阳一样永远插身而过 对 跟卵子 卵子就是要懒 哎 什么是懒 懒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从容 是我笑别人看不穿的霸气 更是对生命的善待 呀 鱼公鱼山构勤快吧 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做苦功当傻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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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晋苏晋 大家不要觉得懒的反译词就一定是勤奋 懒的反译词其实是好奇 刚才被告拿出来的所有的证据绝对不是懒人发明出来的 是那种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发明出来的 他发明了那个桶灯的东西其实就很像是电视的遥控器 人们想不要走过去摁那个 所以要一个遥控器 但是你知道一个遥控器 一个遥控器里面包含了多少的科技知识 你想掌握这个知识 你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来学这样东西 世界上所有服务懒人的产品 全是勤劳的人发明出来 然后赚懒人的钱 懒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不得不走出门 不得不心甘不情愿的去干一些他根本就不想干的工作 但是他创造的价值全被勤劳的人赚走了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勤劳的人只要在34岁以后就可以躺在沙滩上过一辈子懒的生活 而懒人要一直辛辛苦苦地干到65岁退休 拿着那点微薄的退休金 然后晒着一点点在胡同口里面吃个烤串说 我人生就这样 我挺好的 这个世界是被一群勤劳的聪明人 奴役着一大群自以为是的懒人构建出来的 我反对 邱石律师说世界是勤快的人创造的 这个我同意 但是这个世界就不需要懒人吗 懒人他不是自己想懒 就是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出门的理由啊 你能想到的事情都能在家干 现在是一个上门时代啊各位 是不是 上门拨螃蟹的有吧 上门煮咖啡 上门暖床 你到底都买了些什么 上门暖床 还有一款神奇的APP居然24小时送姨妈金上门 这么厉害 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是不上门的 所有东西都上门 一个东西不上门 就是调酒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魅业专业鸡尾酒 太专业了 所以调酒师 所以调酒师都下岗了嘛 所以有这样的服务 是不是要有人叫这种服务 所以懒人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 世界需要像被告这样的姑娘 她们懒 活得舒服 懂得享受 没有她们电子商务玩不转 送外卖的没活干 阿里巴巴根本就上不了市 对 所以懒人懒出了价值 懒出了贡献 何罪之勇呢 没罪 无罪 接下来双方大律师 请你们做各自的结案称词 有请袁高律师 尊敬的法官 当我今天坐在这个法庭里 认识你们大家 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收获了很多 相信今天你也收获了很多 那是你宅在家里 用脚吃的薯片 不好意思我还吃不到 所没有办法感受的事情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陪审团在你投下这一票的时候 并不是说他有罪 所以我们要惩罚他 而是你投下这一票 鼓励他 走出他的人生 开创他美好的将来 谢谢各位陪审团 太深了 陪审大律师 是这样的 因为前阵子不是一个新闻吗 那个欧洲国家 他们现在希望一天公时设定在六个小时 甚至能够缩短到五个小时就好 这为什么呢 因为懒呢 他可以产生更大的工作效率 就像我们这位被告 各位你看看他的样子 青春美丽活泼 身体健康的不得了 对不对 原告 控告他 纯粹就是爱不到而已嘛 对啊 对啊 重点来了 第二点呢 大家不断地在强调勤奋的价值 我认为那是old school 那是以前 但是现在已经工业社会了 时代不同了 我们要享受科技的成果 而且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大家都说 对对对 要常动啊 勤快一点才会活得久 各位 男女之间 女生众所皆知 是比男生还不爱运动的 可是厉害的是 女生硬是活着 比男生还久 无归选零啊 现在双方 这个大律师已经发言结束了 接下来就要到我们的 陪审团的投票时间了 那么在你们投票之前呢 我还是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 魅也鸡尾酒 绝对不是简单的 果味加点酒 而是全球流行 纯正经典的 专业鸡尾酒 开始投票吧 好 现在我要开始宣布 幕归选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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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好調皮啊我的媽呀 來了來了來了 本場 北 精神 團 50人 看網上節目的人應該在快進吧 哈哈哈 其中 十九人 認為 懶癌有罪 未超過半數 不歸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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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 我真的 你個叛徒 親愛的朋友們 現在呢 我們今天的比分呢 是 一比一 大家知道我們的最後的判決是非常玄妙的 今天的方式就是 扔硬幣 我選擇死亡 你們要的 就是 自 應該是自 自跟花嘛 那你準備好了嗎 自 那我就花了哦 來 閉上你們的眼睛 睁開眼睛 就是最後 結果出響的時候 三 停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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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了 好久不見了 我好久沒有聽到你那麼 猖狂的笑聲 聽說您跟導演組討論了 要對我做出非常嚴酷的懲罰 你好像也沒有再客氣 你明明知道我是 不是 有什麼話要說 有什麼話要講的 因為蠻不吉利的 還穿一身黑的 家屬 我只 我只希望 我只希望如果要花掉的時候呢 麻煩記得 七分熟 加油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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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難了 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我們都看不夠氣了 賞聲給我們的玉琳光 玉琳光辛苦了 好 給我們的律師團 謝謝 給我們的大律師 給我們的陪審團 再一次謝謝 還有我們的法曉君 言告被告 這廓告一 大 包吹 收藏 周杰倫的偉人特別多 拿破崙 沈玉琳 那個 愛因斯坦 周杰倫 但我跟周杰倫不一樣 是什麼 起碼我結婚的時候 洗手遊給憲哥 不重要 對不對 今天 你今天兩次了 第一次說 憲哥債務解決了 好像在說憲哥的好話 其實就讓大家開始說 憲哥有什麼在意我 我愛自由憲哥 剛剛開始 從他的傷錯 周杰倫結婚沒請他 然後你就開始說這件事情 沒有 因為那天憲哥 紅的眼眶問我說 為什麼 他沒有拿到錫帖 為什麼呢 你怎麼回答的 我說可能就是 你不被喜歡吧 開玩笑 剪掉 宣傳篇 感謝妹葉專業雞尾酒 獨家冠名 包走髮條君 來優酷點擊屏幕訂閱 包走髮條君自頻道 裡面有正片不能播的內容喔 使用Wi-Fi萬能鑰匙APP 手機免費上網看 暴走髮條君 感謝深度互動平台新浪微博 首席新聞扣戶端網易情文 澎湃請人Darker一點 資訊Fleeboard網易娛樂中心網 中空娛樂千龍網百度貼拔 QQ部落QQ遊戲大廳 UC瀏覽器好搜 360影視Open開槍優戶智能硬件 搜尋輸房 莫莫Wi-Fi半能鑰匙 京東錢包小開秀 NFZM穿越助手 有景格的大力支持 有景格的大力支持 越來越機典 Buddha 有大力支持 牛